5月15号呢 CM Blue 郑融和李正信一起现身香港 为一个品牌来进行剪彩 要说到剪彩嘛 那一定要用剪刀的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吉他弹多了 郑融和用剪刀的时候呢 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显得就是不是那么的利索 别人一秒钟搞定的事情 他用了很久 别看郑融和这会儿 还在耍帅卖忙 瞪一下就要出丑咯 在剪彩前的拍照环节阵容和 看着手中的剪刀 就开始有点发懵了 再看看别人怎么用的 最后再来点心理暗示 只剩下了阵容和一个人 还在继续奋斗啊 而此时 全方位无私教的全程观看了 郑融和出丑的粉丝 慢纷纷遮住了自己的脸 既然已经出了酒 郑融和就完全扔掉了自己的偶像包袱 在拍照环节各种搞怪姿势 回眸式 师傅有妖怪式 优惹新天地 不会用剪刀的偶像 是好歌手 香港采访不到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